好 這些年我常常自我調侃說 我是愛馬仕 即使是愛馬仕 馬英九有的時候講那種超級冷的 冷笑話 肉麻當有趣 或者有的時候真的真的覺得 背離人間 真的講不出口 可是今天台灣的媒體 把只要是跟柯文哲 或者是跟民進黨有關的 都捧上天樣樣好 即使經過我們的一些整理之後 就發現說那些不過都是過去 不管是好龍兵 有的是掛條櫃 有的是空投支票 有的到現在還要用民粹來搶 跟中央搶地 我不知道萬一明年蔡英文當選了之後 他們要怎麼去搶那塊地這樣 尤其這幾年 其實我在很多的場合當中 我就講有一件事情 我最少為當下的國民黨 征服馬英九高度的抱不疲 他被貼上了一個所謂的 財團的標籤 跟財團站在一起 他就是權貴 他就是天龍國 他可能跟這一般的市井小民 痛苦距離很遠 大家都說你看台灣的居住 沒有正義 土地 房地產的飆飆漲 國民黨要負責 但是這幾年的時間 你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我跟鳳欣 我們跑新聞的過程當中 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理想 沒有辦法落實 民國79年郝伯孫上台的時候 那時候的財政部長是誰 王建宣 王建宣 後來怎麼下台 五月二十號上任他第一天 他的記者會 第二天聯合報一版 二版 三版 四版 五版 五個版面的頭條 因為全是我寫的 你早講 我還講那麼多 真的啊 這我可以 真的啊 我跟你講他那時候就是 鞠躬叫要瞌睡啊 是 軍叫要瞌睡 結果也是在馬英九任內實現的 是 然後他說這個土地要實價瞌睡 實價瞌睡 現在也已經準備要做了 對啊 所以所有的頭條 全部通通都是那個時候的政策 可是當年都沒有實現 而是在馬英九任內實現的 好吧 那馬英九可以實現的 你現在看起來 那不過就做個實價瞌睡 你知道實價瞌睡之後是導致 王建軒後來吊著眼淚下台的 關鍵因素 他下台了 下台了每兩年之後 連馬英九都下台了 因為他們一個反貪 一個要打房 要實現土地正義 結果李登輝出來就把他們拉掉了 20多年來沒有人可以入市 所以從79年到現在 就再也沒有一任財政部長 敢推房地產有關的稅制改革 沒有喔 這裡面中間還有8年是陳水扁執政 有林權當部長 可是就通通都沒有實現 但我們整理了一下 過去這5年 每一年都有一個稅制的改革 是跟房地產有關的 真正打房的政策 我們來看一下 婉君弟弟 好 看完整了 已經被塑造成是打房英雄了 那麼馬政府時代難道沒做事的嗎 我們就來看這5年 其實馬政府對房地產的稅制改革 可是做了很多事 就從2011年推動了奢侈稅 好 如果你在兩年內或者是短期 要買賣這個房屋的話 要課房價10%到15% 2012年則是推動不動產實價登陸 讓房屋的行情能夠全都漏 那麼還有2013年豪宅的房屋稅大幅增加 到了2014年則是非自住的房屋稅稅率提高 好 囤房的人呢 這個稅要多繳一些了 以及2015年推動了房地合一實價課稅 這通通都是2030年來被大家痛批 但是都沒有人敢做的事情 不過在馬政府時代都做了 我們交給主持人 前幾天我聽到柯文哲說 等到今年5月的時候 台北市這些豪宅的這些主人 收到了房屋稅的稅單會嚇一跳 很多人一定會覺得說 柯文哲太厲害了打擊這些有錢人 但問題是那些稅單的稅付會變重 跟柯文哲有什麼關係 小廷 其實最重要的 大家都談房子是失焦的 房子蓋在什麼上面 蓋在土地上 台北國民黨的政府在房子上 奢侈稅等等 可是打到誰 打到最後的人口很多的仲介 代銷 跟買一塊地蓋一塊地的建商 可是長期持有土地像徐旭東 那塊地持有了四五十年 上了 賺了83億 可是稅收只抽他8000萬 就是基本上土地還是免稅的 接貨接近免稅 台灣的壽星階級 貢獻74%的稅收 在1.9兆中央總預算 中小企業連財團20幾 然後房市跟股市只有1% 所以土地爭議不談房子 要談土地 因為房子不管蓋一坪蓋幾 都要談那個土地 可惜的是 如果國民黨 國民黨是違德不足 如果對土地動手 那才是土地改革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再回到鳳慶林講的 就是柯文哲 挑竊 抄襲 掛條位 不管馬的房市的政策 跟特別是郝龍斌那些公營住宅 他現在想做的5萬戶等等 就是你會思考說 我跟王洪偉也會有動作 他前面 他每天都在轉移焦點 他的幕僚頭腦也很靈活 對媒體嗅覺比超過國民黨 這點我們要佩服人家 佩服人家 你五大案 我跟你講 你拿不回500億 然後就放水 我跟王洪偉就去告他 告他獨子 吹牛的嘛 我聽不懂什麼叫做五大案 就是邱月元 要人家賠多少 然後蔡民宗多少 然後趙彤雄多少 他號稱五大弊案 不然你不要講 所以你們是算過了 那五大弊案理論上 他們應該要拿回500億以上 更加事庫 所以事庫如果沒有 因為這五大弊案的追查 拿回500億 你們覺得都是玩假的 玩假的 我跟你講 印保都拿不回來 周小平沒有用的啦 因為在選舉期間 柯文哲已經用過好幾次 他就會說吹牛吹過頭了 他就吹牛吹過頭 你還把他怎麼樣 我問到柯文哲我告他 媒體就會自教 他已經吹牛不是第一次了 我有機會把他事情講清楚一點 然後再回來你偷柯文哲幹嘛 可是柯文哲那天他把我找我找去 講半小時 那也聽我吹牛 推了吹了兩個小時 誰幫你找去 柯文哲幫我找去吃便當 來 吃便當 因為那天他有事 他找我跟王侯威 還有戴琪金三個對不對 還有王欣穎 他們有事啦 然後他現在還在除弊 還在享受那種光環你知道 可是四年後連任 我說你這樣搞下去 四年後不會連任 他就不太高興了 老柯 我說四年後一切回到基本面 一 年輕的房子買不起 二 松產階級沒有加薪 中小七人沒有獲利 你還是落選嘛 我說你怎麼樣科幣變法 陳氏創富 我講些知識節節都沒有意思 重點還是人民要過好日子 再分配正義嘛 他真的要創造人民的財富 可是洪威你知道嗎 其實我有點感慨啦 因為奢侈稅那時候 在實施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房仲業者 都是反彈的 因為覺得說就打擊了投資客 他們就會減少了這個物量 這段期間交易量是銳減 然後那個房屋稅 我聽說有一些豪宅 他的房屋稅 稅付會增加六倍 從原本的幾十萬變成幾百萬耶 所以可是這不是柯文哲做的啊 你覺得就是說從2008年開始 國民黨的票一路的在流失 是因為什麼原因 其實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包含正所稅的負貞 還有對於這個房屋 相關的這個稅付的增加 其實達到的是誰 達到的都是原來 國民黨的基本支持者 我們必須要講 所以他改革了 你知道我有朋友真的跟我講說 不會再投國民黨 一切多麼支持你們 你打來打去 就是打到我們對不對 你知道嗎 就是類似於軍公教 退休軍公教的那個 退休金一樣的問題 就有那種感受 可是我覺得要不要打房 要不要實現這個 居住正義 仍然要實現 蔡英文前一陣子 接受金秋刊的訪問 那他很自豪 他說唯一的加稅 加稅加得最好的 就是在我們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當然他可能要捧林泉 這個所謂的就是最低稅負責 那個確實是加稅 老實講我認為那一次加稅 那個這次的稅制改革 我也認為是成功的 可是蔡英文卻迴避了 也就是說你要實現居住正義 我們一直在講說 打房只有兩個招 這邊講什麼社會住宅 不會的啦 我們剛剛講 好龍兵已經實現了 大概九千多戶 將近一萬戶 請問房價因此降低下來了嗎 沒有降低下來 那待會兒有時間 讓我再稍微講一下 就是到底國民黨做了什麼 馬英九做了什麼 那麼民進黨又做了什麼 高下立判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浪 賽 死